位置在洛湖 這是洛湖村的一座 剛剛上網看資料 原來它總共是十座 但是卡的位置 原來它分開了很多個不同的位置 怎樣可以有效率地拍攝這麼多座 真是有點難度 我第一次來洛湖拍攝 所以對這個地理完全不熟悉 怎樣也好,先報一下事 今天2023年10月10日4時44分 留意到洛湖村洛東樓是要進去的 康強縣也是這裡 零零細細就自成一角套進去的 但因為它叫一座 令到我覺得它是最先興建的 它會不會最初落庫村的一棟呢 隔壁是康强院居屋 順便數一數有幾多康樂設施 這裏有兩個羽湖球場 開始走 這個位置先打個卡 今天天氣一般 有一間幼稚園 旁邊有些休息位置 這裏有瓦傘頭 看來這裏有瓦傘頭位置 是由康强院移設的 似是 就這樣目測好像康强院只有一棟 實際我不清楚 落東樓 留意到它其實是三個長條形 黏在這樣的形狀 順便看看旁邊 看強院 後面有什麼樣子呢 這條是什麼街呢 鳳無街啊 還沒聽過 還沒聽過 這個建築中間可以穿出去 有些兒童的遊玩設施 有些兒童的遊玩 Jennifer 是否在旁邊 也算是很久 在那邊 走路 外面 還沒拍照 只是走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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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到底是一丈六座呢? 好像是六 我可能错了 那一在哪呢? 暂时不管了,继续走 也希望住在当地的朋友可以告诉我 因为我现在所说的所有东西 都只是我第一次来参观拍摄的感受 可以是错的 很有可能是错的 很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错了哪些位置 让我更加知道这里的历史也好 规划也好 宏落楼 这个位置刚才拍摄商场的时候 都叫做拍过两下 好了,找到两栋 就算是错了 如果让我找到地图就好了 现在看不到 原来这里有个巴士总站 是错了 7M去竹园 84M去马安山的库安花园 稍后我应该要乘这辆车 去外母道 7号去尖沙醉码头 103去蒲菲路 蒲菲路即是堅尼地城那边 竹锤花园 sorry 不认识 真心不认识 看到110和7B 远太远看不到去哪 走近一点 对面 横头 嵌穿 未有机会去 今天应该赶不及了 今天大约6点 太阳落山 这边 都似是落户村一部分 对面 对面 我是错的 对面 前面这边 是横头嵌穿的部分 反而 错了 横浴流 横的一楼 横的一楼 我应该要找一条路去到它的平台位置 这样才可以真的拍到它的屋邨的样子 这边上去去不去到呢? 横浩流 这边 这个房协 上面是德强院 所以就 离开了 這裏可以看到扭境 原來它是這樣的 它下面的平台位置已經是商場一部份 旁邊斜斜地 如果要看扭境就唯有在商場這個位置看一看 就去到另一邊 去到這邊 它的住宅部分上高就是住宅 下面就是商場 整件事很融入 這裏上面已經是住宅 下一點就已經是商場 對啊 下一個人說 下一個人說 這裏是宏康樓 宏康樓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走 再去駱庫廣場入口的位置 剛才拍攝時沒有留意到 原來旁邊已經是住了一部份 駱庫村 非常特別的一個位置 好像在其他屋村 看不到一個特別的位置 兩邊斜斜地 下面就是一個商場 這個位置比較容易見到扭景 我其實是比較想找一條路可以上上高平台 因為暫時還未找到一條路 旺樂樓 這邊是駱庫站 就是一口 因為這裏上去是可以通到對面的平台 另外那邊還是樂富邨的一部份 所以這條片也有點難搞 有些休息為止 這條片在外面沒有見過 私人地方都可以進去 休息位置 對面不同顏色的 橫頭嵌穿 我選擇 這個位置比較清晰可以見到 駱富邨的扭境 看這邊 另外這裏又有另一個休憩的位置 這幅牆有些壁畫 不太肯定,但感覺好像是十二生肖 應該不是,因為十二生肖沒有獅子 這邊有另一個健身設施 通道可以進入商場裏 駱富商場,不是廣場嗎? 原來這邊也有壁畫 這裏是廣場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留意到有个牌子写着严禁随处便匿 一般来说一定有人曾经做过这件不雅的事才会动过这个牌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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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想着去另外一边 又要穿过这个商场 可以走到旁边的路 在横头陷的东道上去 现在先过马路 顺便看看 刚才有没有留意到这个OK便利店 也留意到 这里有OK 在地铁站里面有两间OK 商场里面有一间Seven 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 OK便利店多个Seven 横头陷东道 横头陷东道 上面都是写着陆富邨的 回头看一看 横富邨不同的扭境 横富站 另外 对面那个 就是 横富广场的B区 我刚才 没有办法到时间去那边拍摄 我最初还打算去横头陷村 看来我赶不及了 一个人 非常可爱的 7B 去红磡的 還肚餓,今天還沒吃飯,5時12分 因為我本身是沒有正職的,所以我都省一元一元,盡量一天吃一餐 下富村,過不過一切呢?聯合道 在這兒,我早就來吃了,所以吃了很多美食 我好想吃,我好想吃 我好想吃,在這兒,我好想吃 我好想吃,我好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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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測至少有四幢楼 实际上有没有错呢? 进去看看 下泰楼 继续走 旁边有些休戏的设施 累了 蝴蝶圆 有些讲述的 蝴蝶是美丽的昆虫 刺袍色彩斑烂 好了,不要读了 我有读写障碍的 这里有些吵架 不要过去 这边,兜路吧 看来这里都是以医生而见 所以就有这么多楼梯 可以去回这栋楼的后面 我是想兜个圈 我想这边没什么好兜 直接走这边 5点15分 没什么太阳 看来都要来多次了 因为真的不够时间拍摄这个 横头陷村 这边封了 好像有些倒塌的危险 快走 有些 健身设施 休戏位置 这边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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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梯可以走上去 大街的 都是联合道 两栋楼的扭境 用试方面是不一样的 这边的 这边感觉上是比较 宁静一点 乐文 乐文楼 我应该需要喝水 喉咙也很累 天后圣母古庙 又找到另外两个羽毛球场 040 未找到籃球场 四个羽毛球场 未找到笔球桌 我都想说多一次 为什么我要去数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是想逼自己 去留意这个城市 留意得多些 每一次我拍摄的时候 我想留意多些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做一个 比较简单一点的开始 就是用这个 康洛设施 来做一个指标 然后希望迟些 可以再 提升一下 这个观察的 深度 这里应该是垃圾站 来的 垃圾站 上高 应该都不会有什么好看的 所以算了 留意到这个用色 是黄色紫色的 是这样的 那黄色紫色呢 是三种比较 相反的颜色的一个配搭来的 稍后再说为什么 看看这个楼景先 应该就是这四栋楼 应该就是这四栋楼 不知道是四栋还是五栋 不懂分 走到后面 那刚才我说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你说 玩水彩来说 紫色是蓝色混合红色 那蓝色、红色和黄色是三元色来的 所以如果这样混合的话 就会有一个 比较 明显有一个对比的一个颜色出现 下翠楼 下翠楼 这个停车场上盖子是有些东西的 不过找不到升降机 走上去 看一眼 不过已经很累了 即使上面什么都没有也好 我预计可以有一个 比较开阳的景观 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落库的扭景 果然里面有洞天 有个足球场 不过锁了门 不能进去 你看看 多大的锁链 雪的啊 尽力 QUEEN 看一看 洛富邨的拍閃差不多了 預計6.03分就會太陽下山 我到底趕不趕得切拍攝 橫頭陷邨呢 不過老實說體力上好像都 支撐不到 目測對面應該是C樓來的 這裏還在用舊名 老虎岩邊電站 不是用駱褲的 在村屋裡聽到人說粗口是非常正常的事 這裏是駱褲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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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的頻道以前叫做大雄小教室 另一方面其實我是想 那裏是教人廣東話的 教一些海外的朋友廣東話的 但是呢 我本身的英文一般 又被香港的網友笑 人家還以為我是教英文的 唉 算了 所以 轉型也是好事 那些太有意義 做教育的事 就算了 我放棄了 這裏是駱褲遊樂場 我最初以為自己有這個能力 可以做一個廣東話傳承的 那 都是受得太多負評了 算了 其實老實說我自己的廣東話都不是很好 我也是叫做 後來在移座 即是叫做回流回香港之後 才重新去學習 有很多事情都 最初講得很麻煩 那想不到現在呢 大家反而可以接受到我的廣東話 接受不到我的英文 真是 那我真的轉變很大 那這個就是駱褲村 那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我現在呢 要去這個 駱褲廣場的B區 which is 應該在這裏進去 好啦 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